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去括号行不行 把这括号给去掉变成几 2s平方-3加4 这也是一样 这括号前面什么号 加号 我们直接把括号去掉行不行 变成加3s平方加5s-2 这样去不行 好 洗到这边之后把这两式子合并 什么合并 你观察一下齁 我们这时候这两式子合并时 麻烦你把同类向合并 什么叫同类向 也就是这次s平方和s平方合并 把两次两次合并 一次一次合并 参数向参数向合并行不行 所以说我们先看两次的地方 把这2s平方和这s平方 把这2s平方加s平方 2s平方加s平方 加起来是7 3s平方 再来 把这-3s加上5s合并 我一再强调 一个数字的正负 看什么 看前面的 所以说这边是-3s加5s 所以说这边是-3s加5s 我-3s加5s是加回去了 所以说它变成加32s 再来 把加4-2合并 4-2剩7 2是出来了 再看第二小题 一样 首先先去括号 把这括号给拿掉剩下几 前面这括号给拿掉 直接写成5s加2s平方-12 后面这括号给拿掉行不行 但是挺好 它外面什么号 复号 所以说记得 把这复号给丢进去 把大家都变号行不行 所以说这边变成-3s平方 这复复得正的3s 这复正的-1 这样行不行 之后一样 麻烦你把同类像合并 把两次来两次合并 这个事情正2h平方-3s平方 所以2s平方减掉 3s平方 算出来是2-34起-1s平凡 就写-s平凡 这是5s 这是3s 5s加上3s 8s 这-12-11 对吧 所以说可以把它解除成-12再-11 总共-2多少 23是出来了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三小题 一样 先把这个括号给去掉 -4s加6s平凡加5 好 把这-2给丢进去好不好 这-2的正的2s平凡 加上5s减7 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之后 麻烦你把这两次 两次合并 所以6s平凡 加上2s平凡 加起来8s平凡 再把这减4s加5s 这减4s的对不对 再加5s加回去 并加上1s 再把这两个参数向合并 把这5s减7算出来的 4s7-2 这样可不可以 到这边 麻烦你 先把这些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 好 我们刚才前面介绍过 多项色加减法运算 老师这次来介绍一下 多项色乘法运算 来老师想请问一下 把这些相乘 乘起来怎么算 在教多项色乘法运算之前 老师先复习个观念 以后只要看到 xn次番乘上xn次番 前面老师有介绍过 指数的运算 这两个相乘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 底数有没有一样 有 底下一样是把次数把加 相加 加起来变xn加n次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当你碰到 xn次番乘上xn次番 两个x相乘的时候 不要客气 直接把次数把解案 相加 这样行不行 好 这时候你看一下第一小题 5x乘上7 这什么意思 它代表5乘s乘7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5x 它代表5乘x的意思嘛 好 那相乘怎么乘 我们在数学当中 再算乘法的时候 你先乘谁 有没有差 没差 所以说我们就先把 数字乘数字 5乘7 35 再把乘上7 x 是又出来了 所以说以后再看到 多项是相乘的时候 就把数字乘数字 x乘 x 这样行不行 比如说你看第二小题 先把数字乘数字 57 35 再把 k乘 x 当这两个 x 相乘的时候 麻烦就把次数 把它加 相加 所以说这一次 这一次 所以加起来 变 x 两次 这样行不行 第三小题也是一样 麻烦你把数字乘 数字 二分之三 乘上 负6 所以说消掉之后 乘起来 17 负9 再把 k乘 x 这两个 k相乘 把次数 把加 相加 变 x 两次 这样行不行 这也是一样 把数字乘 数字 三乘 四次 十 再把加 ak 相乘 相乘次数 相加 变 x 五次 这样行不行 这也是一样 把数字乘 数字 负2 乘 七次 即 负 十 四 再把 这两个 ak 相乘 相乘次数 加 五 加 二 加起来 是ak 12 七次 这样 可不可以 到这边 麻烦你先把这边 整理一下 我们要再 继续下去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多像是 成法运算 怎么算 大家帮你把这两个 相乘 怎么乘 抓住个要诀 好不好 我们在多像是当中 好不好 成法就有什么率 分配率 就是每个都要分配到 怎么说 好 你首先先以这ak 是为基准 把ak乘 aks 相乘次数 加 所以算出来是aks 平凡 再把这个ak乘2 乘起来是 2s 这样行不行 好 再以四位基准 4乘aks 乘起来次起 4s 再把4乘2 乘起来次起 8 是出来了 之后麻烦你 把中间这两个 2s和4s 合并 行不行 所以合并起来之后 答案是起 s平方 加3 6s 再加8 这样行不行 好 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我们先以这2s为基准 好不好 把2s乘3 4s 先把数字乘 数字 ak乘aks 乘起来是8倍了 aks两次 再把2s乘3 负7 负的 14aks 好 我们再换3 3乘4 乘起来是几 3乘3 4s 乘起来是12aks 对吧 再 3乘 负7 乘起来是几 负的 21 那中间这两个 aks合并 行不行 得到多少 8s平方 减14s 加12s 减14 负14 加12 回去 所以还剩下 负2aks 后面剩下 负到21 这样行不行 好 这也是一样 先把这两个 先乘除 咱们后加 加减 行不行 所以说先把这两个 乘开来 好 以aks为基准 ak乘3aks 乘起来是 aks平方 再 ak乘3 负4 对吧 乘起来是7 负4aks 好 再换3 3乘3aks 乘起来是3s 负4s 加3s 我们把这两个 先合并 合并起来是7 负aks 最后再把 3乘4 3乘4 乘起来是7 负12 这样行不行 好 减掉 再以这个aks为基准 ak乘aks 乘起来是aks 两次 ak乘上负1 乘起来是7 负aks 再把这2 乘上aks 乘起来是7 2aks 负s加2s 先把合并起来是7 加3aks 再把最后2 乘上负1 负2 这样行不行 好 先把这边括号拿掉 得到h平方 减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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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12 再把负2 加2 乘进去 变成负s平方 减s 加2 写到这边之后 s平方 减s平方 是消掉了 这负s 这负s 减s 减s 是负2 aks 负12 加2 算出来是7 负10 这样行不行 好 写到这边 麻烦你 把这边把它夹 整理一下 我们要休息一下 说再 继续下去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两题怎么算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来 你看这边 把这两相乘怎么乘 好 首先来 我就先以这个 aks为基礎 我一再强调 我们在数学当中 乘法有什么率 分配率 把aks 一个一个把结案 乘进去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 首先来一次 把ak乘上 3s平方 相乘次数 加 乘起来是3倍的 ak三方 再把这ak k乘上aks 乘起来是aks 两次 再把这ak乘上 负2 乘起来是负2 aks 好 我再以负3为基准 好不好 把负3乘上 3s平方 乘起来是负9 s平方 再把负3乘上aks 乘起来是负3 aks s 再把负3乘 负2 负负的 整 乘起来自己 6 这样行不行 所以麻烦你把结案 相加加起来 加起来说 你观察一下 这边是三倍的 s三方 这边是 加s平方 减9 s平方 合并起来是负8 s平方 减2 s 减3 s 合并起来是 减5 aks 后面剩下机 加6 这样行不行 好 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我就先以 s平方 为基准 把它 称它 相乘次数 相加 变aks s 四次 再把它 去乘上它 相乘次数 相加 变2 s三次 再把s平方 乘上 负1 乘起来是 负的 s平方 好 再以负s 为基准 负s 乘上 s平方 乘起来 负的 s三次 再把负s 乘上 2s 乘起来是 负2 s两次 再把负s 乘上 负1 负负得 正 加3 aks 行不行 最后 再把1 把它乘进去 我看到 乘起来是几 s平方 乘起来是几 加3 2s 乘起来 减1 这样行不行 之后 麻烦发现 整个合并起来 算出来这边是几 x 好 你看这边 它是 2s三番 减2s三番 算出来是加上 s三番 这减s一番 减2s一番 总共是减3s一番 再加上s一番 是负2s一番 加s 加2s 总共加上 3s 最后再减按 减1 是出来了 到这边 麻烦你把这边 给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们等下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再继续下去 我看不完赞 谢谢大家 对 Zach 谢谢大家 我看你 还会 我看你 真的